硬汉是如何练成的 普京从1996年8月来到莫斯科成为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后 仕途也即将进入快车道 别急 现在只差油门那一脚了 很快 只过了半年多时间 1997年3月 普京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总务局副局长 结果位子还没坐热 又在6月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监察总局局长 主要与各地方官员打交道 检查各地对外经济状况 特别是监督他们如何使用中央提供的贷款 这份工作让普京和许多地方官员建立了联系 职务变动如此频繁 说明普京的能力和人品获得了高层的初步认可 也从侧面反映出 当时的莫斯科官场 混乱程度可见一般 打架的位置都不太稳固 普京的心态倒是稳得很 还于1997年 在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学院 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而此时在圣彼得堡 普京的恩师所不洽课 日子就比较艰难了 在竞选市场失败后 索布恰克的政治对手们仍然不打算放过他 使他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官司 等待他的是法院一张又一张的船票 更雪上加霜的是 就在索布恰克被相关部门软禁期间 他突然得了心机梗塞 索布恰克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救了 只能等死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普京听说了恩师的遭遇 他知道此时要救所不洽课 只有把他送出俄罗斯 普京想到了自己在克格勃工作的时候 曾经从意大利黑手党的手中 营救过一个商界大佬的女儿 而这个商界大佬正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总裁 普京马上联系了他 向其租借了一架飞机 11月6日晚 普京依靠克格勃的人脉 要带索布恰克离开 索布恰克知道普京这样做 其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甚至性命都会搭进去 因此索布恰克拒绝普京的好意 普京让人强制将索布恰克带到了 圣彼得堡机场 坐上了租借的飞机被送到了国外 这件事直到11月10日才被大家发掘 引起了轩然大波 普京的这一举动相当于公开挑衅叶里钦 并且还触犯了俄罗斯的相关法律 普京因此有可能丢官回家 也有可能被丢进监狱 甚至有可能为此丧命 这些结果他都知道 但为了解救恩师 普京豁出去了 将恩师送上飞机后 普京随即找到叶里钦请罪 向他坦诚了一切 万万没想到的是 叶里钦不仅没有处理普京 反而颇为赞赏 在这件事之后开始重用普京 这个转折来得过于突然 普京也惊呆了 我想叶里钦知道这件事后 应该有过换位思考 普京对自己的恩师可以如此报答 这么重情重义 那如果我也真心对他 岂不是也会得到这种回报 普京这种基于情义的选择 彻底赢得了叶里钦的信任 更换来了叶里钦一个政治上的重大决定 他要将普京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 普京在试图快车道上的油门 终于被一脚狠狠地踩了下去 1998年5月 普京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正式进入叶里钦的核心圈子 1998年7月 普京被任命为俄联邦安全局局长 联邦安全局是自己的老东家 苏联克格勃的继承者 普京站在联邦安全局大楼门前的时候 应该是回想起了 自己曾经16年的克格勃岁月 一定感慨万千 他上任那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回家了 以联邦安全局为基础的克格勃邦 加上自己长期经营的圣彼得宝邦 成为普京后来掌控俄罗斯的 两大最强助力 1999年3月 普京被任命为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这个秘书不是端茶到水写写发言稿的秘书 他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地位超然 绝对是总统的亲信才能担任 叶利钦的绝对信任 也换来了普京的绝对忠诚 此时叶利钦的地位已经不太牢靠 莫斯科暗流涌动 当时的俄罗斯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 正在调查克里姆林公高官的腐败读职丑闻 妄图以此来搞掉叶利钦 叶利钦则直接解除了他的总检察长职务 这是丝毫不给总统叶利钦面子 也可以看出叶利钦的统治已经开始四处漏风 斯库拉托夫得以继续留任 并加紧了对俄高官腐败独职问题的调查 然而就在这时 普京不动声色地开始了反击 4月 一家俄罗斯电视台突然播出了一段 有关斯库拉托夫的开放录像 录像中 一个酷似他的男子与两名妓女同床作乐 不知道是联邦安全局安排的美女勾引了他 还是像他辩解说的那样 视频中是个替身 总之 斯库拉托夫立即声名扫地 被解除了总检察长职务 对克工高官的调查也随之暂停 扳倒斯库拉托夫一事 让叶利钦对普京 无论是能力还是忠诚度 都达到了信任的顶峰 但叶利钦的处境 却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5月 国家杜马发起了对叶利钦的总统弹劾案 议员们 列出了叶利钦的武宗罪 搞垮苏联 犯了叛国罪 1993年炮轰白宫事件中 滥用武力 1994年发动车臣战争 限制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 1997至1999年的军改削弱了国防力量 实施的政策导致人口减少 贫困人口大量增加 这是对俄罗斯人民实施种族灭绝 这武宗罪一看就是在恶心叶利钦 不太可能弹劾成功 尤其是最后一条 最终 弹劾案也没有过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这一门槛 叶利钦躲过一劫 保住了总统宝座 但是经过这次弹劾 叶利钦真的已经心力交瘁了 多年酗酒的恶习 使叶利钦身体越来越差 他搞得休克疗法 也让俄罗斯经济崩塌得差不多了 这一摊子烂得不能再烂了 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叶利钦开始萌生退役 并加快了让普京接班的布局 叶利钦的声望 曾经在1993年到达顶点 此后一路下滑 议会也不买他的账 眼看临近2000年总统大选 一旦叶利钦下台 叶利钦及其背后的亲信势力 必然会被清算 本来大家还想继续让叶利钦当总统 大不了修改下宪法 如果议会不同意 就再炮轰一次 方法总比问题多嘛 但是叶利钦的身体状况 和民一基础 百灾难 终究难度太大了 于是 大家决定扶持一个 有能力挽救危局 又不会清算叶利钦的人上位 放眼望去 那个沉默的忠诚的 有能力的普京 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5月12日 由于在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 叶利钦解除了政府总理 普里马科夫的职务 但现在就将普京推上前台 还为时尚早 他的资历和威望都还不够 过早站出来 会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因此 内务部长斯杰帕申 被送上了总理的位置 没过多久 在北高枷锁的车臣 再次爆发危机 车臣从苏联解体时 就开始闹独立 第一次车臣战争 从1994年12月 打到1996年8月停火 俄军打得相当拉垮 在高层意志 战前准备 士兵斗志 媒体舆论等方面 全部处于下风 最终伤亡惨重 除了炸死车臣武装的 头目杜达耶夫以外 几乎毫无亮点 车臣虽然名义上 还在俄罗斯 却已经赢得了 事实上的独立 而且车臣武装 在杜达耶夫死后 开始向极端恐怖组织转变 车臣不仅自己想独立 还一直想侵占旁边的 印古石共和国 达基斯坦共和国 在整个北高枷锁地区 搞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这两个 虽然名字叫共和国 但却是俄罗斯的两个省级行政区 8月7日 车臣武装头目 巴萨耶夫率领几千人 入侵达基斯坦南部地区 眼看第二次车臣战争 已经建在弦上 马上就要爆发 叶利钦看准机会 推出普京 2000年大选 一天天临近 这是叶利钦最后的时机 而普京 实际上也是他手里最后的底牌 车臣危机 对于普京来说 是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 但同样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搞砸了 肯定也就没有然后了 叶利钦 多少有点堵的成分在里边 但他敢堵的底气 来源于普京沉稳的性格 突出的业务能力 8月9日 叶利钦迅速罢免了当时的总理斯杰帕森的职务 而斯杰帕森在总理位置上 才做了不到三个月 同时 他任命普京为第一副总理和代总理 并向国家杜马 提名普京为总理候选人 这就等于 正式把普京推到了台前 既然已经打成了名牌 那普京就索性放开手脚 干吧 8月11日 俄军和车臣武装交火 普京向叶利钦要来了最高指挥权 开始调兵潜将 8月16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叶利钦对普京的总理提名 这是叶利钦八年任期里的第七任总理 更是1999年的第三位总理 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不看好普京 认为他又是一个短命总理 8月25日 俄军基本消灭了达吉斯坦境内的车臣武装分子 巴萨耶夫一看 正面战场打不赢 居然下令 把数百吨炸药混在白糖里 运进城市 准备搞恐怖袭击 9月4日 在布伊纳克斯克的炸弹 导致了数十人丧生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 9月13日 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处八层居民楼 被炸弹移为平地 数百人在睡梦中死亡 9月16日 福尔加顿斯克一栋九层居民楼被炸 死伤一百余人 针对车臣恐怖分子的这些行径 普京放狠话说 我们将到处追击恐怖分子 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 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他们见上帝 在机场抓住就在机场击毙 在厕所抓住就把他们淹死在马桶里 所有问题最终都将得以解决 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关注到普京 也是硬汉的形象初步形成 9月30日 稍作休整的俄军进入车臣境内 正式开始对车臣非法武装 进行彻底的清剿 普京在车臣的战略非常清晰 主要是两点 内部瓦解和降维打击 普京争取到车臣反对派的支持 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 慢慢蚕食车臣盘军 10月份向车臣首辅格罗兹尼进军后 普京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中 向战损失惨重的教训 围住格罗兹尼两个多月 就是一通狂轰乱炸 敌人再也没有了脾气 普京还对媒体严加管控 避免像上次一样 战争的消息满天飞 严重动摇军心和民心 就这样 俄军在普京的指挥下 终于扬眉吐气 一雪前耻 随着车臣战局的顺利推进 俄罗斯老百姓心中的憋屈 得到极大的宣泄 过去的这几年 俄罗斯实在太窝囊了 和老百姓自豪感一起上升的 还有普京 止不住上升的威望 普京刚当总理的时候 民众支持率只有2% 几乎没有什么人认识他 但短短四个月 普京一跃而成为 俄罗斯政坛最耀眼的新星 俄罗斯消息报 这年12月29日公布的 舆论调查表明 普京的民众支持率 由8月的2% 9月的4% 增长到10月的31% 11月的45% 12月20日的5% 车臣的战斗还在继续 12月31日晚上 大多数俄罗斯人 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 收看总统叶利钦的新年致辞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的是 叶利钦在致辞中宣布辞职 将由普京代理总统 他说 我过去太幼稚 在一些事上很天真 但我确实尽力了 叶利钦给普京留下了一句话 照顾好我们的俄罗斯 随后彻底离开了 克里姆林宫 这个权力的中心 站在宏观的视角看叶利钦 他带给俄罗斯的 基本上都是危机和危惧 因此对他的评价 多以负面为主 但有一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那就是 叶利钦最大的历史贡献 是为俄罗斯选择了普京 叶利钦对普京的信任 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普京担任代总统后 马上签署了 有关为终止旅行 全权的俄罗斯总统 及其家庭成员 提供保障的总统令 并在一年多以后 将其升级为联邦法律 规定国家 不能因前总统 在位期间的活动 而追究他的行事和行政责任 彻底打消了叶利钦 怕退位后被清算的顾虑 48岁的普京 因自身沉稳的性格 和忠诚的品质 在贵人和机遇的双重加持下 最终问鼎克里姆林宫 普京在这天夜里 带着妻子柳德米拉 前往车臣前线 当普京在2000年1月1日凌晨 突然出现在俄军驻地时 官兵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普京竟然来和他们一起 共度新年啊 顿时三军沸腾了 2月6日 普京宣布 车臣主要军事行动结束 俄军将有计划地撤出车臣 并在车臣长期驻扎一个尸 俄军付出了1000多人伤亡的代价 除了一些山区之外 车臣全境 重新回到了俄罗斯的掌控之中 而车臣的残余部队 则由巴萨耶夫带着 跑进山里 完成了从正规军 向恐怖分子的转变 我们把视线转回普京的恩师索布恰克 他在1999年下半年回到了俄罗斯 并在后来为自己的爱徒多方奔走拉票 2月19日 索布恰克突发心脏病驱使 普京前往参加索布恰克的葬礼 此时战败的车臣恐怖分子 对普京恨之入骨 保镖们劝普京单独去哀悼 不要参加集体葬礼 但普京拒绝了 他不能向恐怖分子示弱 果然 车臣恐怖分子想借机暗杀普京 杀手就隐藏在了悼念的民众之中 索性被保镖及时抓住 才确保了普京的安全 他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还提起 当年刺客就站在我身后 我这条命算是捡来的 而普京在代理总统以前 他的父母就已经先后去世 恩师和父母都没有看到 普京带领俄罗斯走出危机的那一天 3月20日 距离总统大选投票仅剩一周的时候 电视机前的俄罗斯民众 又被一条新闻整得热血沸腾 他们的代总统普京前往车臣视察 不过这次他是亲自驾驶苏27战斗机 降落到车臣首辅格罗兹尼机场 当身穿空军军服的普京 走下战斗机的那一刻 几天后的总统大选 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因为别说俄罗斯人就是小时候的我 看到这条新闻都对普京崇拜的不行 3月26日 普京在总统大选中 以53%的得票率 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俄罗斯从此进入了普京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